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172集 几位队员压着人 分开围观的群众走了 这些日子 周边不少商户 已经习惯看到这个场面了 纷纷鼓掌 还有恨贼入骨三分的 在后面跟着踹 边踹边骂 老子在这条街上 就丢了四辆车 肯定是你们这帮狗贼干的 人群嚷嘻着 簇拥着 看着偷车贼 被带上后来的警车 又是议论纷纷 这时候才有人想起 这条貌似平静的路面 其实不知道潜伏了多少便衣 可是一转眼的功夫 又全都消失不见了 看着人群散开 鱼醉已经在车上猫着了 蹲点是轮换的 以方面熟 抓到一个贼 他开始马上调整部署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几个组换防了位置 鼠标驾着车 向前行驶了两公里 鱼醉又指着一个 凹形楼的地方 让他停的呢 鱼醉 我看明白了 这庭的地方有说到 要视线开阔 而且要自身隐蔽 对不对 你终于开窍了 这还是跟禁毒队 那些外勤学的 要说起来 阳城咱们可没白去 学的东西真不少 我没学啥 就学了点贴巧广告 你还干过禁毒 接触过没干过 怎么 你有兴趣 鱼醉笑着 莱文白了鱼醉一眼 就不喜欢他这 阴不阴阳不阳的劲 车停到了地点 鼠标和李二东 自动各盯守着一个方向 鱼醉却是闭目养神 莱文细细看着周围的环境 果真是个好地方 从停车点 可以对街道两头一览无余 而且O型有个好处 能看清街道两旁 所有的建筑和行人 于组长 在盯守地点的选择上 是不是也有什么诀窍 当然有 就让你方便看到他们 而他们一眼却发现不了你 比如这辆破面包 你要是孤零零地放在商场门口 就很容易引起注意 可要放在这老式楼前 就没人注意了 假如刚才咱们停车的地方 离偷车的地方不远 很可能把贼惊走 这些人的感觉也是天生的 特别是贼 贼胆包天这话不对 他们有时候很胆小 感觉不对 大多数时候会选择放弃 那你怎么能预见出他是个贼 这个不是学问 是眼力 注意一下他的步态 很闲 但不是悠闲 无所事事闲逛那种 都市里大多数人都是急不匆匆 贼和他们截然不同 再看他们的眼神 左顾右盼 那是在寻找下手的地方和目标 假如他的眼光落在易受害人群上时 基本就可以判断他是贼了 当然 还有衣服的穿着 爬手绝对不会穿宽袖口的衣服 否则不方便爬借 也绝对不会穿清凉的凉鞋 脱鞋 大宽裤子之类 那是方便逃跑 还有很多 反正你感觉到的越多 就能踢掉越多的人 其实这条街上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踢掉很容易的 于醉说着 脑海里闪过见过的那些人渣形象 这些对他来说太容易了 他也很奇怪的发现 自己虽然对警务依然很生疏 但对于这些毛贼熟得很快 就像上辈子是一伙的一样 于醉睁开眼时 不经意间发现莱文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还笑笑问道 你对这个兴趣这么难 我上学的时候还真想当个警察 千万别等 我最后悔的就是当了警察 不觉得呀 再说现在选择机会多了 机会不是属于普通人的 哪有那么容易找份工作呀 让你现在把工作扔了 你舍得了 于醉反问莱文 莱文给了一个耸奸无奈的姿势 确实也是 有很多工作 还不就那么硬着头皮干下来了 一组一组 家里找你有事 听到回话 不话响了起来 于醉和莱文同时警醒 不经意间两人互相盯着看了两酒 在工作无奈上或许有同感吧 于醉拿着不话回道 我是一组 听到 重复 我是一组 归队 有重要案情 其他人手上 一个人回来 不话里是刘兴兴队长的声音 于醉把不话交给鼠标 下了车 随手拦了一辆出租 直向队里回来了 怎么队里半路叫他回去啊 肯定要是别的队来挖墙角 想学点经验呗 咱们这经验 他们是学不来的 鼠标得意地说着 和李二冬相识一笑 对嘛 就哥俩尝试着整股审讯办法 一般人他就没那个天赋 想学都学不来 哟 你看你看 九点钟方向 鼠标 那妞怎么这么面熟 他在找谁 怎么瞄上咱们了 李二冬指着一个地方 鼠标一看 给了李二冬一巴掌 傻 那是有人在阳城泡的妞 胡说吧 一级警司 莱文在镜头里 看到那个女警肩上的星星 惊讶地说道 这算什么 当年我弟小剑员在阳城 就警监也是高兴了答句话 不高兴了骂两声 这些人 围着我弟弟屁股后面转悠 不信啊 你们看我的召唤大法 鼠标做了个鬼脸 吓唬李二冬和莱文一通 然后摇下玻璃 手一搓喊了一句 大兄姐 这儿 还有这样叫人的 李二冬和莱文吓了一跳 不过管用了 那个女警听到以后 马上上了车 二话不说 指使遵守点 下来几位高阶的警官 看得李二冬直吸凉气 他认出来了 莱文也被其中一位高大 威猛的男警 电得有点眩晕 有点发花痴了 走在最前的大兄姐 一拉车门 意外地笑了 拧着耳朵 把鼠标揪了出来 笑着问他 揍得你轻了 还没点长进 轻点 朱标 你成名鼠了呀 又胖了 肯定偷不少懒 哟 还一嘴酒气 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哟 在反爬队混得不赖呀 这是现场追踪报道 有人揪耳朵 有人捏腮胖子 有人端下巴 鼠标被这杆老队友的热情 搞得受不了了 哀求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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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好不好 我都没有可爱到这种程度吧 你们男的女的都对我都手都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众人一笑 各来一报 鼠标却是狭促地要抱林雨静 被林雨静搓了一把脸蛋 搞得好不傲丧 一群人意外相逢 鼠标介绍了李二冬 李二冬这才想起 这是杨成归队时候的那个女警 只是有点疑惑 不知道后来他和于醉鼠标有了什么交情 众人没问几句言归正转了 马鹏问着 你们头呢 嘿嘿 被队长召回去了 估计又有新案子了 你们就抓个贼 能有什么案子 哼 小看我们 知道我们一天抓多少吗 现在这道鸡 已经没贼可抓了 没贼抓 那你窝这干嘛呢 偶尔抓个过路贼 鼠标 女子的电话是多少 这家伙参加工作后 就改了号码 之后工作忙都没联系上 鼠标说了号码 林雨静拨着号码嘟嘟响着 万赏才稍有不悦地 对队友们说着 没贼 直接去队里 肯定开会着呢 这两天啊 白天抓贼晚上开会 丑空还得当老师培训 实在是忙 鼠标嘚瑟了一句 惹得一杆 禁毒局来人都是一笑 干脆告辞上车 指使向反派队去 人一走 李二东惊讶了 拽着鼠标凛然问着 到底怎么回事 我靠 你们那次在阳城 是不是参加什么大案了 你可以猜测 但我不能告诉你 警务秘密 保密条例你又不是不知道 鼠标这一说 李二东到真闭嘴了 从事这一职业不是一天了 他知道忌讳 他一闭嘴 莱文可按捺不住好奇心了 拽着鼠标好奇地问着 喂 鼠标 那你说说鱼醉和这个女警 这差别好像也太大了点吧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